歡迎回來收看《盧石戰記大師訓懷賽路的三機戰》 我是今天的主播Eason 我是賽平馬虎 各位觀眾一定很好奇 剛剛為什麼休息那麼短 40秒而已 差不多到這 一分鐘 你知道剛剛幹嘛 剛剛那個 他們為了要治我的老花眼 把螢幕拉近一點 很體貼 上個年紀之後 智慧開始看不太清楚 開始要拉近 拉近一點 我們比較看得到 以前有沒有 以前 我們開實況嘛 然後我們可能去吃飯什麼的 有時候看到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什麼什麼 UZ啊有沒有 看字都要這樣子 你說 拉遠一點 對對對 看字都要這樣子 那時候都會笑他 死老頭字都看不清楚 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自己也看不太清楚 像以前啊 你那個 基本上從這邊看到對面去 對從這邊看到對面去 從這一場看到下一場 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後來過 老了 但是現在螢幕比較近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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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個 等一下再記錯那個 氣球數量的話 喔 怎麼辦 那也沒辦法 可能要再近一點 如果記錯的話 就是 我們再近一點 可能要這麼近 可能要這麼近 就跟之前一樣 前面再加兩個移 對對對 手把手 手把手記 不能記錯 如果記錯 我就跟他一樣 不行 我沒辦法接受一下 不行 因為他那個真的是 有點荒謬 不過我剛剛 還是一句話 我剛剛記錯 我也不好意思說他 應該說他手上還有1跟0 就是 對 也還降過費 對 1跟0然後打完 剛好是騎滿 一定是滿 剛好 我記得剛好是騎滿 因為我記得 沒錯他剛剛是騎兩次 結果他打得很快 那 呃 恭喜他可以準備下一戰 然後我們的下一個match 是由 Casey對上 呃 呃 呃 Lion 他的O好多 欸沒關係就是 那個 中國獅子 OK 然後 中國的 現任冠軍 OK 然後兩邊的帶牌分別是 賊戰法德 還有 呃 法賊列德 所以差一副 差獵人跟 戰士 對 好 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Casey比較 比較特別的應該是他帶了一張 他的賊啦 帶了一張解人物的冒險者 啊哈 那解人物的冒險者 我之前看過一些這樣帶的 他們是想 我覺得啦 他們是想打那個 呃 德魯伊 對 因為那時候任務的 呃 那時候的那個變大的 比較多 你一開始打出來 對面解不掉的情況下 對 因為現在的環境 齊九賊其實蠻適合去做這些 呃 這要怎麼講 呃 小生物的加壓 或者是說 奇蹟體系 奇蹟體系 對 就可以讓他一直變大 變大 一直變大 他放一張 應該就只是為了打德 因為德現在沒有單戒 對 兩張其實多了 因為打其他的打不贏 對 哈哈哈哈 兩張其實多了 因為一張其實就夠了啦 因為你還有一個大犯嘛 偶爾可以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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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犯 相 呃 跟冒險者比 大犯才是你更想做的目標 是 而且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賊很多時候三費 你更希望打的是那個 欸三費祈求叫什麼名字 欸封印命運 封印命運 封印命運 OK 記下來記下來 很多時候你更希望三費你就直接打 欸對 因為你這樣節奏牌跟得上七費的葛達克 因為封印命運 這張牌老實講啦 我自己覺得 他不是一張很好用的祈求牌 嗯 他 他能打的 輪次會比較 就他能打的回合會比較 比較難一點 對 因為你 其實我覺得 不該歸咎到他張牌上面 我覺得整個體系都有問題 因為 呃 他能搭配的東西太少 我五費我打他我要打什麼 大家剃骨嘛 剃誰 剃頭 對 剃不到東西嘛 就很奇怪 對 五六費呢 那剩下三費是什麼 沒三費了 恭喜你 只能打兩張 他能夠打的東西 他可能是法力費用的水晶吧 對 問題可能他就是打不出東西 那 嗯 你要說他張牌不好嗎 倒也不是 就是牌組特性就是這樣 張牌還可以 可以接受其實可以接受 對 但 因為他中間 他除了三費以外 呃 四五六七其實都有事情要做 對 你都有其他事情要做 對 而且很迫切要做 嗯 很迫切要做 那 不然的話就是 在往後的話 就是變身後抽起來 那也跟三費也沒什麼關係 好 我們看一下這兩邊的被 嗯 為什麼這個國人他後面沒被板 欸 他這邊可能 可能沒送到吧 喔 沒送到 欸 我不確定 喔 畢竟現在比較危險 是嗎 現在可能比較難送 這可以聊嗎 哈哈 沒有沒有 現在東西比較難送 喔 可能啦 可能啦 現在 也不是只有中國 就是各國啦 各國都比較嚴格 各國都是啦 而且我們這次比賽 也是臨時轉成那個線上 對 因為一開始 其實前兩天的轉播也 卡掉 卡掉 因為沒辦法 就是剛好宣布說 不能轉 還有我少賺錢 欸 少兩天 很臨時欸 真的很臨時 前一天才通知說 可能 甚至今天其實原本也有可能不播的 今天他就是說 要看有沒有辦法轉 就是有沒有辦法說 吃到各個角色的水 應該是很緊繃 很緊繃 因為今天如果不轉這個比賽 不知道他什麼 因為我前兩天看那個PCT有沒有 他們看比賽怎麼看得到 看線上那個Battlefight 喔對 喔 幾比幾 讚喔 讚喔 我這樣看有點刻苦 現在終於有畫面可以看這樣子 而且有些選手 還會 我不及時回報分數嗎 你就一直看他領兵 啊 有有有 因為前一天那個我在開台 然後那個大黑神就說 老師我輸了 我都喔 那給你拍拍手 欸 我記得黑神也是 也是打滿前面的吧 他也是四勝吧 還好啦 沒到八強都是後面 對對對 因為主要就是比他 沒辦法的情況下改成線上 那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讓一些選手比較方便 對 像 你可以邊忙自己的事 有的可能去 工作或幹嘛的 對對對 就是晚上回來可以當 對啊 因為之前有一些人 是沒辦法 飛的 沒辦法投身 因為畢竟不是職業 對對對 可能自己還有其他的工作 或者是其他安排要做 而且你考慮當地的 你訂房間 或者是你的 你的吃飯 你的花的錢 可能比台灣的又貴很多 對 所以你整個下來 可能有一些人 基於經濟的問題 基於時間問題 他可能就沒辦法去 欸 一方面這個 其實我覺得爆雪他這個改動 也是為了說 因為像以前都是讓選手 一直飛各地打 那現在他可能會比較希望 讓選手就是打自己當地的 對的確是 那其實你自己換算下來 其實如果說我每週選手打每週的 歐洲打歐洲 亞洲打亞洲 那其實他的機票錢那些 對啊 其實都還好 還可以 而且你還是有賺的 因為他還有補貼嘛 對對對 但是如果亞洲只打亞洲 歐洲只打歐洲 美洲只打每週 那晉級的人可能 對對對 喔 那就是你的機會 喔 你要很強 機會可能比較少 機會可能比較少 對啊 但我也認識一個那個 那個大士之一 那個高雄大師 是機會與 就當作完全都沒有一樣 嚇死我了 沒有 他的概念就是 反正今天大師 只會淘汰後面兩名 我只要打到前面 我就沒事 他也說我夠強 對 我打大師決賽 我大師決賽再加打 那個大爺真的是把我嚇死 他好強 那個大爺真的把我嚇死了 每次那個機票錢都訂了 然後飯店都訂好了 人永遠不會到 真的 真的是嚇死我 那上 前兩次是亞洲那個首爾吧 他跟我討論了 一個禮拜的代牌 那時候還是專精製 將近一個禮拜的代牌 跟我討論 他就弄一個藍龍德 一定嚇死人 一定贏 然後最後一天 前一天 要飛的前一天 聊到半夜 然後還在聊代牌 聊到半夜 他最後跟我說 機場見 桃園機場見 我剛剛知道 然後最後 我去了 等不到怎麼辦 也不怎麼辦 反正他也不會來 他會不會去坐機場 你說跑到松山 對對對 會不會跑到松山 高雄跑到松山 那可能也有可能吧 迷路 不熟 後來發現厲害了 我這個大爺 我到韓國都發現他直接開台 厲害了 嚇死我 真的是嚇死我 沒有有些可能就是真的是 生理或心理的地方 生理或心理 或者是像剛剛有提到的 有些可能經濟或是什麼 對 因為 畢竟是個長途旅程 不管在亞洲還在哪裡 你坐上飛機其實就是 算一個長途旅程 對你上飛機其實 而且有些人就可能會 暈船 暈機這種 暈船 恐激症 什麼症 對對對 那個也沒辦法 不能去苛責人家 只能說這次算 給大家方便了 對 不會沒辦法 因為這次的狀況 所以就只能改在線上 但是其實很多人 可能更方便 對 向賽隊有很多選手來說 其實是 而且 有些選手 就是 你知道他打現場會緊張 對 就是我今天坐在台上 然後看到旁邊一堆人 我就打不好 反正我在自己家 好開心 就是比較爛的那種 你剛剛這樣講是不是 沒有 比較認環境的選手 走到現場的時候 現下賽 腳會在那邊抖 腳一直在發抖 就像有些人 我打個比賽 我自己帶鍵盤滑鼠 對 很多很多是這樣子 不知道我還以為他在玩 CS GO什麼 以為他在玩那個射擊遊戲 我一定要這個滑鼠 你打爐屎要滑鼠幹嘛 投降 都要 我們看到這樣兩邊的是 戰士還有 德魯伊 德魯伊 德魯伊這邊 打戰是 也是開大的一個情況 那德魯伊跟剛剛我們提到的 變大德就比較不一樣了 這邊 雙方的德魯伊都是 比較常見的任務德 對 都是任務德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 欸 Lion這邊的 揮擊只有一張啦 他的揮擊 可以接受 少配一張 然後 他 替換掉揮擊的 位置是 神明 OK 其實很棒 這一定是這樣 我覺得 恩 回到剛剛講了一下 上次在首爾戰 我跟那個 高雄遊戲大師 討論了一個禮拜 最後 我們帶來那個任務德 也是做了這樣的改動 你說要放神明 放神明 然後把揮擊拔掉 那時候也是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想了 討論了將近一個禮拜 我們還討論了啟動到底要放一張還兩張 這邊看到了 Casey的啟動只放一張 那另一邊的是放兩張 那 呃 這改動其實跟那個蜜蜂有關係 因為蜜蜂可以幫你疊護甲 呃 副本卡那個 那就是蜜蜂嘛對不對 幫你疊護甲 因為啟動一定要帶兩張的原因 是因為快攻 你會打不贏 你如果被搶先手 你會 被搶 如果你先手沒有啟動 你會打不贏 你任務德會打不贏快攻 對 所以那時候最後還是放了兩張啟動 但是 我就很好奇說 因為這版本我還沒玩過這種有蜜蜂的 我就很好奇說 多了蜜蜂之後 你抗快的能力有提升那麼多嗎 多到可以讓你 只放一張啟動 我就在想這個點 不過我們等一下可能就看得到 因為 呃 單啟動是Casey的 對 欸 這邊其實Casey Casey也沒有 他甲蟲跟蜜蜂都沒有 他兩張都沒有 他沒有蜜蜂嗎 對他沒有蜜蜂也沒有甲蟲 蜜蜂是三費那張嘛 然後甲蟲是 223 然後給五甲 甲蟲說錯了 應該是說甲蟲 甲蟲 甲蟲比較重要 兩張都沒有 對 這邊 他這邊直接一個 他直接好像要開虎勒 好奇怪 這對局 你只要能讓我扛到 這個 你只要能讓我扛到 呃 你讓我艾斯坦打完滋捕 是沒事的 對 那你就有點糟糕了 你要爆開了 對 那你也不能說德魯伊賽 你要說 上面打不好 你怎麼會打到讓人家自補塔出來了 而且重點是 他還沒特別打過什麼 抗快的牌 沒有 他就是 一費 任務 然後啟動 你可能說 下面德魯伊好賽喔 他這邊有兩個嘲諷 什麼的 可是其實沒有這條嘲諷 他也沒差啦 他也沒差 他也沒什麼差 對 那你這邊如果再打一張六補血嘲諷 你總不會抽到賽喔 因為總該抽到的嘛 對阿 這邊就補個血 然後 我自己可能會偏向 小嗎 抽一張啦 就是那個老鷹 他選憤怒 那就是走練了嗎 都走練 走練合理合理 其實發現大家都打得 很偏台面 現在這個環境比較 適合走台面 因為 大多數都是節奏牌 對對對 好 結束了 炸開 理論上到滋補那一回合 就比較沒有懸念 對 他其實這邊就是 直接面就大了 因為你傷害不夠 我戰士這邊的傷害 已經不夠了 很明顯 你覺得不得不說 德魯伊這邊 金牌很不錯 金牌其實真的不錯 像剛剛看到 最後的憤怒 然後 雙巢 那 滋補 滋補是最關鍵的 滋補最關鍵的 其他的布萊魯都沒差 但滋補很重要 尤其他滋補 他就是準時做了嘛 然後抽下來也沒事 然後再來是他的羅蒂 我覺得羅蒂 我覺得羅蒂是一張 德魯伊 扛前面很重要的一張牌 羅蒂強牌 他的效果不只可以扛前面 甚至中期 你羅打就很強 後期你的搭配也是強 所以他變成說是 前期 中期 後期 他都有各的效果 對 尤其是像 羅蒂在打現在的賊 他是唯一一張的丹鐵 唯一一張的丹鐵 什麼意思 就是他可以三廢下去 潛行去堵 去卡 對對對 所以 你得魯伊 可能如果打賊的話 你張羅蒂 就直接留下來吧 是的確是 他的確是 魯伊的單期 你如果不留 裸蒂 那你就最好祈禱 對面不要大範 對面大範 你就直接按到我想 嗯 那對面一定會留 賊打得一定留 對啊 除非你是無雙賊 然後先手 那不留 OKOKOK 對啊 如果你祈求賊 老實講 先手 可能想一下 但後手 肯定是留的 先手 可能要看一下你自己的牌 OK 那麼 德魯伊先過 那這邊 其實 他們這場打得很快 合理啊 因為 要嘛你扛住 要嘛你扛不住 而且很快 大概610嘛 像剛剛說滋補 滋補的那個回合數就該決定 就六戰滋補 然後你可能還有的打 可能 可能 兩張嘲諷 你說誰 戰士還是德魯伊 戰士 兩張嘲諷 我牙一咬 撐一下搞不好可以 可以 對可以 綠洲 綠洲 綠洲都沒辦法 就是重點看你的滋補後面 能不能接到 兩種綠洲我覺得都很重要 一種是分身嘛 分身的結場綠洲 另一種是補血的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重要 這兩個都很重要 你拿其中一張 你的優勢就已經大到不行 好 我們看到兩邊 剛剛忘記講的 兩邊變的分別是 法師還有獵人 Casey這裡被變叫是法師 然後 另一邊則是被變叫獵人 龍獵 這版本的 獵人的BP率很高 為什麼 因為獵人好強 獵人很強 對 不管在天梯還在比賽 也不管是龍獵或是單卡獵嗎 兩套都挺強的 那 無雙獵可能是更多人會選擇的 嗯哼 那龍獵的話 龍獵打法比較死吧 偏快 對 那龍獵我自己比較不喜歡 OK 而且龍獵必須說他的微調空間 也沒那麼好 沒那麼大 對 沒那麼大 因為無雙獵其實你看到每個人的 都是有個兩三張不一樣 看你想打什麼 誰看你想打什麼 應該說無雙體系他的好處就是 我今天我只要法力曲線是好的 嗯哼 我不管改動什麼都是對的 你說要不要湊賽牌放一張 哈哈哈哈 我全部放一張 全放一張你還要抽到什麼是 啊你當然可以選啊廢話 你就只放一張 看一下 唉唷 有點不舒服 這邊法師其實有一點點卡蛋能接受的範圍啦 還行啦至少三配四配開始你可以去找東西做的 嗯 喔他這邊讓進很不舒服欸 因為代表他的那個口袋 快快像快像沒用的牌一樣的 是 他裡面剩 呃 十費的卡雷狗斯 那這邊牌是最大的倒進來倒進來放 對他九費都進來了 那他剩卡雷狗斯 倒還好啦我覺得這個對局 這對局口袋會到很有很有用嗎 還可以還好而已吧 還好但還是希望口袋能降到 最主要先不講口袋 最主要是你打一個算快的 偏快節奏的 你手上是什麼六八八九什麼東西的 這邊又進一張七 漂亮 補足這個法律曲線 四五六七八九 四五六七八九 漂亮 好厲害 打大佬二你已經贏了 又哪一張大前線 這邊他應該期望會進一張好一點的大法術 比如說創造之力 想跳六是不是 對 可能要直接六創造 這邊進創造之力也蠻合理的 因為你剩下大牌也就是創造之力 哈哈哈 是吧你剩下大牌就創造之力了 理論上這邊他就不會再給你大牌 他可能會給你一張冰霜射線 然後你就會 給你一張末日預言者 然後你包手 你的臉就會 好棒 有沒有看過有一張貓咪的梗圖 大概看著你不失禮貓的 我剛剛 唉唷 更大太大了 這邊竟然已經死廢了 這邊 好不舒服 沒有應該還是 還是走馬力狗斯吧 因為你這邊開箱子有點奇怪 太急了 可是不開箱子 這邊不能開箱子撥一撥啊 因為好劣勢喔 現在這個狀況 但你開箱子撥一撥 可能也救不了你後面的東西 你不如先 你還是要倒回來打 對 這邊怎麼選 魔爆嗎 魔爆會被吃一輪 變羊 然後變掉管理員 變一個管理員 然後 然後撞一下旁邊的老巫婆 欸 我可能會撞炸彈欸 欸為什麼 因為場面上有怪情況下 撞炸彈的血線比較安全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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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撞那個 狂信徒也是可以 只是 撞炸彈有個好處是 不被合體 但有兩個 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不被合體是一點啦 一點是他如果你的場面被他解掉 他的炸彈繼續再打你的頭 那其實挺危險的 因為你的炸彈你交結場的時候 你是勢必要吃他的死神 如果你不解就是死神會全部走在你臉上 那現在他這邊就是我開始搶臉 反正如果你解我的東西 你臉有機率得去吃 蠻好的蠻好的 對 開箱了吧 應該是得開了 那這邊要先抖炸彈嗎 不要 不知道要不要先換掉這個炸彈 我會先換啦 先換然後 另一隻那個龍打臉 打臉或 打臉吧都可以 沒什麼差反正就是你場面會留一隻嗎 很難耶真的很難 你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因為感覺像沒什麼差 可是機率上來說一定會有差的 很難講 應該說不管怎麼樣 你在打箱子之前 你場上要留一隻 你場上要有生物 對甚至其實剛剛那樣馬力狗是可以考慮不動 OK 因為我加了之後再去動 最後再選擇 對 因為他還是有buff的法術存在啊 喔還不錯 欸唷 欸唷 變形 喔這場面怎麼那麼強 喔這場面好厲害 八十四八帶回音 回音是沒什麼用 回音是 對啊 跟沒有一樣啦 但是 好強 十二滴 覺得這邊可能是趕進度了耶 就 2加5 然後全部走臉了吧 2加5全部走臉 OK 蠻好的 對因為 呃 對面等一下 就最多就是西亞美特嘛 OK 還沒到紅龍前 哇他要擠啊 他怕 騎鳥獅嗎 喔這麼穩 還可以還可以 因為這邊畢竟你還是能打一點傷害 這邊還可以 可以啦 就 可能就算一下下回合怎麼收 對對對可以可以 但等一下8 8醬是 醬不能收那一點 對等一下水晶打不滿 對啊 你等一下是不能收的 的確他的想法是對的 就是這是 我防張奇麗亞絲 有必要解 因為奇麗亞絲 一出來你就輸了 對 可以可以 還可以 唉唷這個 但如果說你 奇麗亞絲出來 我沒合體 先 先來一下 啊我下回合 要要要打一定要直接合 對吧 好奇麗亞絲他之後 如果沒有就 就如果你要當對面手上有奇麗亞絲喔 我覺得這樣可能 可是的確喔 他現在血線真的差一點點 對 不管有沒有奇麗亞絲 你讓他拖到紅龍回合 你的場面打不回來也 喔你這樣講也是喔 對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前面是卡到歪拖 他五費要打一張 你能估計他手上只有 你估計他手上其實 大牌是挺多的 因為他剛剛五費是走 瑪利哥斯嘛 是 然後 六費被迫開一個箱子 結束了 所以Cassie這邊是 各 現在1比1嘛 對1比1 兩邊分別 獲勝的是祈求戰 還有剛剛的任務德 那Cassie剩下的是祈求賊 還有任務德 另一邊是 法師跟賊 那他應該 相對來說他的法師應該會比較難過一點 誰 那個 Lion Lion的法師可能相對會比較難打一點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是賊德 OK 賊德然後他是賊法 那賊打 德魯伊的情況下 不好說好打啦 但 其實 法師因為他有火化的東西 所以你法師 對這種德魯伊會比較難做 真的有這麼康德嗎 因為 他中期 德魯伊中期的質量撲起來的時候 你法師要抗痕就是 就是要擋 對 暴風雪或者是 冰角去 卡住他一回合 然後 一邊撲我的檯面去打 但是問題是 我今天冰不了你 那我就不能阻止你殺我 而且他是靈氣效果 對 所以他可以後拍 你說 你說後進場 然後全解鬥 對 因為你的手下不能被冰凍 所以 他就不會被冰凍了 鬼隱石入也這麼強 是嗎 有這種是嗎 你說進來之後 啪啪啪啪啪 全部解鬥 就全部不見了 怎麼聽起來超荒謬 我進的是這樣沒錯啦 對面打的暴風雪 我進場囉 啪啪啪啪 就全部起床 所以他的土灣是讓融圓融嗎 他334 就下來然後開始燒 我看到兩邊的是賊跟法 喔 這邊Cassie 他騎手是 很舒服喔 他有國王的 我這邊 他騎幾次我就全部記下來 不要給亂騎 不要像剛剛給我亂騎 害我臉出球 對啦 像現在賊其實現在 Liant這邊也是順的 他應該是下去 然後 招了節奏打吧 應該也是成長啦 我這邊是成長 沒什麼東西 我這邊是成長 沒什麼東西 秒打 這就是有實力 這就是正常 這就是正常 這是懂賊 懂賊很懂的 很懂 3費直接打 秒打 大概 可能花不到0.5秒的時間 就 哇3費好打了 所以 你知道之前在阿靈頓戰 有看過一個場面 就 一樣是法師打賊 然後法師 就沒有神明也沒有存在 他就拿火球點一下自己 喔喔喔喔喔喔喔 阿靈頓戰就看著他 然後認了一下 喔喔 很合理 打得好 真的就打得好 他就 這隻也是懂賊 懂賊 我怎麼不能打了 好奇怪 我的人 Snap 可是剛剛他沒辦法 他2費接納成長太舒服了 那一定是這樣啦 犧牲3D血換來後面更好的東西 這邊應該是瓦拉雷德 你這邊應該拿什麼 瓦拉雷德 瓦拉雷德 中間他是不是 他 蠟燭龍嗎 對他這邊很 很強硬的要去拍東西 喔喔 這個好一點嘛 因為這個節奏打滿的 沒有沒有 我看他收回去 我知道為什麼他不喜歡瓦拉雷德 瓦拉雷德 因為他等一下要打國王了 喔喔喔喔喔 他5費成這樣 喔喔喔喔喔喔 我想說 嗯 這樣節奏超好的啊 對 你這邊打了一個 3費最高質量的生物 然後下一回合直接接骨 這邊應該就是 可以給一下 他這邊不打2隻 就只是他這個東西拿來冰 他覺得冰比較重要 他沒有要直接剪掉 因為反正 我下回合也沒事做 一直拿這張欸 我是他我就拿藍龍了 這個蠟燭龍我用過幾次我覺得 他叫什麼 瓦那雷德 瓦那雷德 瓦蠟 對 蠟燭的蠟 就是蠟燭龍 他有點太被動了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被動了 你太少時間去 因為賊的東西是這樣子 每張牌都跟下一張牌是借在一起的 你花了五費打這個蠟燭龍 他體質很棒效果很棒 但是其實你是斷節奏 斷了自己的小combo節奏 其實他剛剛是沒什麼五費的東西 會需要去打啦,所以瓦拉雷德也是個選擇 因為瓦拉雷德其實他的體質真的挺棒 在你沒生物可以用的時候 效果也很棒 那好就點一下暴風雪吧 其實現在法師看起來超級安全的 這邊有點可惜啊,他那樣包包牆走快了一點 如果瓦英章的話,他這邊法師應該會超級痛苦 然後像現在的話 然後小老師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Lion選手的頭都不會痠 什麼? 他已經維持這個動作很重要 喔,我看到了 我剛剛想說,奇怪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不要再消費了啦 他們那邊比較危險 有可能有些突發狀況啊 總是偶爾會這樣子吧 總是偶爾會這樣子 這邊 好賽喔 他要做兵嗎? 算一下傷害... 不這樣做嗎? 只能這樣做吧 17 17 是有點危險的啊 其實這邊 應該 應該 Lion這邊有帶 他是沒帶烈焰風暴的嘛 所以 他這邊兵起來 他有點耶,其實 就是等一下直接做理諾嘛 直接全部不見 但Casey這邊看起來是有點舒服啦 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 手牌很炸 你說手牌有點太滿了 手牌有點太滿了 手牌有點太滿了 然後下一回才9費 你要清也清不完 丟一丟了吧 對阿 剛剛那邊兵末日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他這樣打應該就是 手上有理諾 跟卡雷哥斯 一定是 對阿 因為如果我那邊兵起來 然後被解掉 或是被悶一個末日 那下回合其實 又要再回去打 他這邊應該就是 算一下我的 那個 冒險者 可不可以長到 把 8-8解掉 沒有,他可以 那個 蠟燭龍 然後衝刺 喔對,蠟燭龍 衝刺就解掉了 可是他這個秘密 沒有,那是任務 喔OKOK 嗯? OK,蠟燭龍 是這樣打嗎? 呃 欸 喔,他想清手牌了喔 欸,不對阿 這樣越清也越多 對啊,如果他想清手牌的話 就更應該是 315嗎? 對啊,蠟燭龍 蠟燭龍 3151 他想清就更應該是要 這樣也是有在清 只是清得很奇怪 還是他的葛拉克朗 是還沒變完的 對,還沒變完嗎 嗯 沒有沒有沒有 不管有沒有變完 都該清手牌 嗯 我覺得都該清手牌 他這邊哪一個蠟燭龍 是覺得說 他等一下 要抽紫傷的嗎 欸,他有打過那個衝刺的 祈求嗎 應該打過兩次一費嘛 嗯 再打過一個三費嘛 所以三次 應該是三次了 對,應該是沒慢的 前面的有點忘記了 但記得三次了 OK 解乾淨 解乾淨 喔,打頭好,打頭好 欸 這隻不用理他吧 喔對啦 因為他沒有五面 他沒有五面的情況下不用理 因為我剛剛想說是 解完了 好,滿的 還有一隻應該是被末日燒掉的 五四五吧 應該是 確定 OK,寶寶槍手 喔,那這邊 這邊好尷尬 這應該是要先 對,先 先做這個 維拉努斯嘛 嗯 然後再 射一個 然後看可不可以找到 就是 像剛剛 魔爆術 魔爆術 太C了吧 魔爆 我記得那樣 他沒有限制費用對不對 沒有 我記得他是沒有限制費用 隨機吧 魔爆術 打得真好 好 馬力口斯加封印命運 全界 他上面那個關戰是已經卡死了是不是 上面 喔對啊 他那個手牌 我想說五四五怎麼打了 手上還有 他已經卡住了 我怕我是那個老花眼又發住了 我還停了一下 嗯,好像來快快 他剛剛那個 上面應該是 剛剛抽 葛拉克朗就卡住了 應該是葛拉克朗 我記得他抽後面 就沒跑出來了 強啊 抽到整台爆掉 他這邊應該就 李諾了啦 直接變身 你知道我比賽最喜歡看李諾了 為什麼 很有趣啊 他很神奇啊 他的聽人機 對啊 他每一回都可以帶給你各種意外 選了那個 武廢龍 拿法術 拿法術 這邊 再選一隻馬力狗斯 他再選馬力狗斯 我覺得不太好 有點太多了 他是剃骨 用完了吧 剃骨 剃骨沒用 用一張 再用一張吧 有用嗎 有吧 因為一開始我前面 想說要選馬力狗斯 因為要看他手上有樣剃骨 後來要剃了 而且他有個問題是 他也沒辦法降費了嘛 對 主要是沒得降費啦 沒得降了 其實也到不來到 蠟燭龍來了 蠟燭龍 好這邊把東西解一件 應該是 沒啥問題 他還有一張貝刺 他剛剛 不是前面打過一張貝刺嗎 對 那樣是抽起來的 對 我剛剛想說 他手上也沒貝刺了 再選一隻懶龍 是不是有點太多 欸 是暗閃 就再 再給他主龍衝 然後走臉 想打頭是不是 想槍臉 因為手上有炸擊 什麼哪裡怪怪的 欸 喔 沒錯沒錯 這樣多打五敵是不是 嗯 唉唷 怎麼 還有 蠟燭龍算 在這邊算廢口 他的排隊裡剩 跟 抽創造命運 就 那個吧 冤靈之書 然後 創造之力 還有 密法之力 好像其實沒什麼 但應該還是打八 然後 創造之力 對啊 他 想這樣子 他想切得比較穩定 因為八還有一個冰霜射線 欸 冰霜射線用掉了吧 對啊 用掉了 所以他用八 可以直接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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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一下 然後 問題來了 還要再切嗎 沒有 就 打 唉唷 選得好 有個冰甲 冰甲吧 嗯 然後在這邊的話 可以冰甲繼續扛 因為 對面在搶血了嗎 翻一個吧 什麼翻一個 呃 翻一個天生劑 9 14 20 欸 死了嗎 還沒 傷害不夠 呃 剛翻一個天生劑如果 拿法術方中好像死了欸 9 14 20 對啊 他如果翻 又拿傷害 嗯 翻個法術方中 拿傷害 直接 直接贏了 哇 拆刀了 舒服 還有一張口袋啊 所以是 是有可能拿不到創造之力的 嗯 不過這裡 應該沒了吧 這邊應該就 創造之力了 對啊 這邊不太可能再去打 口袋銀河了啦 他打口袋銀河了 對 對啊 嗯 打8的話 6費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用啊 等啥啊 在吃飯是不是啊 呵呵 到底在等啥啊 你不是這顆是可以打的嗎 對啊 就8 好爛 欸 這樣 10 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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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法師我都覺得手順有點差啦 我覺得 我就覺得有點差 他的 有點可惜 前面有點太卡了 對 大牌一直進 就雖然有成長啦 但是 還是要開大招 3TN的時候點自己一下 4TN在 4TN在 在神明那個 成長 欸4TN神明不會給成長吧 4TN也不會給 對對對 4TN 3TN點自己一下 然後3TN我打神明 剩1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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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不會 呃 大黑神有拿過 大黑神有拿過 他3費 好像是獵人吧 獵人好像有拿過成長 但我不知道他怎麼拿到的 我一般會給 烈焰小鬼 然後 盾 因為你還有一點水肌嘛 對 他突然拿一個成長 你怎麼拿到的 你好厲害 因為我在想 的確 因為一開始你有講到 就是小五球點自己 那會讓對手節奏變很差 會讓賊的節奏變很差 因為他3費也不能順著做 對 會讓他的節奏變很差 所以有必要嗎 我其實不太確定 因為 怕是怕你拿到成長 尤其是他2費翻個刀的情況下 他3費如果還要再翻 對 會很不舒服 你就會 像你說的 你就會想點自己一下 對 但很難啊 因為你2費你有那個 你也不知道你後面 你也不知道你後面會卡成這樣 你也希望趕快 跑節奏 因為像 如果你2費 神明成長 接到里諾 那 其實你的場面其實很穩 因為我在想的是 5 4費錢如果你神明還拿到 3費可以拿到成長 或4費可以拿到成長的話 就沒差那個6費 因為 對 我覺得法師搶了在6費 你就可以直接放5費 然後去跳6費 或什麼 對 可以在4費或5費的時候 做這個成長 對 這種打法不安全性 不安定性太多了 對 就比較怕是你2費下去 沒有成長 對啊 而且那個 那個2費那個神明 神燈什麼被孤載 每次給的都那個 對啊 都不太一樣 對啊 你很難去保證 我就覺得這樣也好 只是可惜就是他比較卡一點 就人家都說 欸神明多練嘛 多看 你就會記起來用拿幾張 沒有 他每次都不一樣 哈哈 你以為你記得起來 啟動只放一張 剛剛說他的甲蟲 護甲甲蟲是沒放的 對 那我很好奇 他啟動怎麼只敢 敢只放一張 因為像剛好提到的 就是啟動這東西 在你先手的情況下 先手你沒拿到啟動 你的 任務進度就少一個 嗯 那你打快攻 就是會被爆頭 對啊 所以 那 我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有那個 你剛剛說的甲蟲 護甲蟲 我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讓 他比較好看快 結果他根本沒放 我就還蠻 他把護甲蟲 他把甲蟲的位置 換成野心之力 嗯 他野心之力 給一張三二 我覺得完全沒比較好 我覺得沒有比較好 不缺 就算他變成二選一 也不太缺那個 加一加一啦 畢竟你現在有 塞納流失 又有弗洛普 真的沒差那個 所以 我就比較不明白 啊 有個想法是那個 呃 他想打內戰 那我會嚇一跳 好像也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 他想打內戰 與其這樣改來改去 不如放法洛瑞死亡 你知道嗎 嗯 或者說 他就是 他感覺是想要打比較中期 你說他不想打快攻 嗯 他不太想打 對到快攻 或者是說 現在的環境快攻 他覺得 沒有快到 會需要讓他放甲蟲 就他可能不打戰士跟獵人 不打戰士跟獵人 對 因為可以看到他也是BAN掉對面等列 那其實你野心之地也不用放 其實放一張就好 對嗎 其實照這個想法來說 一張 一張你內戰的 或者是你打到一些節奏牌 你按到就好了 對 兩張就有點多了 就甚至你多放一張不虛死刑 可能好一點 對對對 因為你內戰你 先不說法洛瑞死亡啦 你先找支補術 你就贏 對 你多一張可以找支補 那你強多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講的都是內戰 但是其實對上一些節奏的牌組也是一樣道理 就這種道理 你打 你打無雙法 你打控制木 其實 都一樣 你要先找支部 所以你就是 甚至多一張不虛死刑可能我都覺得 我就覺得這個野心之地比較沒用 對 比方野心之地好一點 像你說的不虛死刑什麼的 都比較好一點 不清楚 好 好 連續三場法師 先手 這場看起來 哇 啟動來啦 這賽狗什麼 啟動來了 啟動來了 他留了 他留一費 啟動來 這任務而已 他留五費 他留五費 他那樣六沒有留是不是 綠收 沒有沒有 我想說他留綠收到底要幹嘛 留五可以接收 留五肯定是可以 我想說留六發瘋了是不是 你看他好開心喔 嘿嘿嘿 我放一張我來了 耶 好啦 成長成長 我好棒 我怎麼那麼強 喔可是 Lion這邊也是順得離譜耶 嗯 啊 繼續 好啦好啦 呃 嗯 只要想一下 咬一下 呃 好 咬一下啦 可是你咬這一下不就要連咬兩下了嗎 嗯 反正你等一下也沒什麼事可以做 喔可以了 也是 呃 德魯伊反正我五費六費 我現在先咬嘛 我等一下 綠收多補一點 德魯伊其實真的不太學血啊 倒是 對啊 他補血有點太多了 就德魯伊打法師常常有時候那個 綠洲 隱密綠洲是異補的狀況啊 對 他現在多咬兩下也沒什麼關係 而且對面又是法師嘛 對 好這邊會看到一個 有點尷尬 爆爆槍手 爆爆槍手 他對局好像沒啥用 沒有啊他等一下綠洲就卡住了 綠洲 綠洲不是二選一嗎 他不是這樣嗎 對啊 那就是完全沒用 我不確定 那應該沒啥用 沒有沒有 都是二選一對 Casey怎麼那麼開心 賽末點我放一張啟動抽到了 你沒了 好爽喔 五費準時 解完了 我在想等一下如果對面 右手進一張滋補 下面視訊會不會突然關掉了 就一個震動又沒了 這些好像 好像不差那滋補 這節奏太好了 當然滋補會差 會讓你比較快贏 對啦 因為 我覺得現在德魯伊的滋補很恐怖是 他滋補完 下一個9是賽納流斯 或者是伊瑟拉 有點 有點太舒服了 主要是二選 主要是二選的效益 因為兩個都做到 對 來看一下右手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根本不會放 他右手不虛 他有放一張 對對有 那我覺得還是很推薦他把 野心之力拔掉 但可能不會是放不虛止息 因為不虛止息兩張我覺得 可能多了 你這一把可以打到兩張不虛止息 代表你前面卡到歪桶 是啦 二費按一次三費按一次 就不虛止息犯的目的就是 我前面進來二費有東西動 不虛止息還有一個好處是 一費掛任務二費不虛止息 三費可能可以有憤怒 那那個就有差了 三費憤怒 然後 四費 隨便 或者是 因為打這種對局 羅蒂 搶牌 還是直接拿四阿 你就去猛龍阿 嗯 直接鋪場 因為羅蒂對打法師 你覺得不強嗎 我在想 到底 好不好用 還行吧 其實你打啥都在那邊 都還不錯 沒關係 還不錯阿 只是遜猛龍 有點誘人 噢 撲場有點強阿 對 只是他好像已經不缺撲場了 哈哈哈哈 對 那還是羅蒂要一點 好 下一回來個制服 這邊應該直接跳了吧 十一 等一下想一下 十一 七 又跳九嗎 七 不行吧 不行 感覺下午要跳十 對 要跳十 所以 四 然後兵兩個 對 兵兩個點一下 下回合跳十去 這邊 要先抽也可以 對 先抽 先抽 前幾天有在討論到 就有跟一些人討論到說 嗯 法師他 到底怎麼打 因為法 法師的淵靈之書跟 密法之力 到底什麼時候打會比較好 阿 目前討論出來的結果是 能打就先打 因為 有留著必要嗎 因為他不是節奏牌嗎 對 如果你去留了密法之力 或留了怨靈之書 你之後再打 你沒辦法保證你之後的節奏 不會被你拖到 對 感覺能打 就是先打 能打先打 就是就算你可以做檯面加牙 嗯 那也不管 就是你只要沒有危險 就是先抽 就是你不會死的情況下 就是先抽了 那這邊應該就是直接里諾了 來 里諾 東東消失 送走 啪 變魔術 怎麼樣 你還在想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他可能想 他可能想吸個毒 想什麼 就那個卡雷狗斯 吸一下那個響子 好舒服 嚇我跳 我以為他招拉別的嚇一跳 欸這隻也叫伊瑟拉對不對 欸對 他好像前面有個什麼夢境之主 還是什麼東西 欸法師五輩的那個是不是也是叫馬力狗斯 欸對 祕法之王 欸 啊這個是不是叫 欸 龍後亞歷史濁沙 欸 欸 喔現在是一個 靠 欸 兩隻一樣的出來 雙藍龍 雙藍龍 阿他一直是 前面有個冠名 這樣是不是 對對對 前面有個他的稱號 唉唷好笑喔雙藍龍 要一起打 要不要想一下 想一下吧 是是 老實說是可以一起打啦 因為 因為德魯伊的單截也太爛 對啊 11.5 嗯 可以喔 你能搭配的也沒多少嗎 就在什麼時候 找一個 哇 沒找到 唉唷 他這邊打應該是想要找一個 什麼火球還啥的 火球還明顯 直傷都好啦 啊這邊就是 W就是抽牌嘛 抽牌會把裡面的東西濾出來 加3 所以 8 9 欸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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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後就全戒了 5 9 10 7 9 10 9 大神奇 你如果看起來不怎麼神奇 嗯 這裡 暴風雪吧 嗯 暴風雪是已經可以到 那...就是看你的卡雷狗斯要不要下去啦 嗯...學習龍獄... 學習龍獄是三個法術可以教一隻龍 欸...不是...當你消耗...消耗法術好像超過... 八點吧...六點還八點 哦...總花費水晶 對對對...然後會教出一隻六六的龍 OK...那...他覺得卡雷狗斯加...應該還是暴風雪 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暴風雪...暴風雪...暴風雪...然後...這一隻...打頭了吧 一定點頭...不能打怪 打怪...打怪好奇怪...所以就打頭吧 維拉努斯 維拉努斯 解掉這個... 他在想卡雷狗斯解不解掉 他大部分就有這個嗎? 對啊...解掉啊...一定解掉嘛...然後... 直接帶影子集就好 對... 哦...他想這樣子了是不是 因為他有三點...三點法傷嘛... OKOK...可以一起毀掉 哦... 然後這邊應該是...對...對不對... 打水晶上人...這邊不抽啊...怕...抽一抽... 裡面沒東西了... 嗯... 謠虛我 哦... 爆...哇... 哇...怎麼這麼...怎麼爆一張... 怎麼這麼廢啊...這個天生器... 哈哈... 沒有...你應該慶幸的是...他今天... 給你的是這個啊... 哇...你噴了一個那個耶...你噴了一個冰角耶... 對啊...啊...萬一你...聖療術... 聖療術...齁... 哇...全部爆光光... 哇...怎麼這麼衰啊... 哇...我是覺得... 我覺得沒辦法了耶...要... 要開那個箱子了...解謎箱... 開箱吧... 開箱可能炸更多牌耶... 但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你把...把自己的手...那個... 拖回的術手段用掉了... 這什麼東西... 呃...那個...轉蛋... 哦...轉蛋... 欸...啊怎麼又要爆了... OMG... 老大喔... 哎呀...順序錯了...如果先這隻再轉蛋... 再轉蛋可能... 好像強一點...可是你手牌...已經... 哇...再抽再抽... 哇...沒了... 哇...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 所以... 這邊Lion是直接... 啊... 他跟大家說bye bye了... 他這個法師... 啊...用...用國人的話怎麼講... 辣眼睛啊... 辣眼睛... 沒有啦...他運氣不好啦... 他運氣不好... 他真的運氣不好... 沒有啦... 就是... 法師可能也剛好... 剛好就... 不好打... 法師就...就這樣子... 他...他就很吃他的... 禁牌節奏... 對... 如果你前面三費的時候... 你拿一張秘法勢力... 那可能就不一樣啦... 或者是... 但他的... 兩場其實都是... 神明街... 成長... 他... 對... 但我覺得水晶很重要... 可是... 或許... 綠牌... 可能... 也... 也是一環啦... 我覺得... 應該是他的... 口袋... 哦... 他的口... 你說他口袋沒用到... 對... 他口袋完全沒用到... 然後... 全部大牌都是... 該出的費用出... 然後... 露娜的combo... 也沒有到... 可是我覺得... 口袋... 在這個... 在這個match... 這個line-up裡面... 好像比較難用到... 因為... 對面節奏都拉很快... 只有... 對... 德魯伊... 可能會有用... 對對... 但... 前提是德魯伊... 不能... 綠洲... 滋補... 塞納流四... 不能那個... 先手... 先手直接跳... 跳啟動... 對... 右手直接啟動... 對... 啊... 你還有一張... 對... 你還有一張... 你好誇張... 你只放一張... 什麼的... 好... 那我這邊恭喜... Cancy... Cancy... 競技四強... 好... 等一下會看到... 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選手... 你說泰詩嗎... 對啊...泰詩... 賣方嘛... 好好... 人生勝利組... 有種來台灣啊... 都會買... 有種來台灣買... 來買啊... 逃出一元... 買不買的去... 好... 那我們這邊... 一樣... 我們在一個... match結束之後... 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精彩的比賽... 馬上回來...